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練這個抽筋手 有觀眾問 抽筋手我隨便選一個 抽筋手抽筋的地方 其實都有幾個位置可以擺放 我今天只說一個比較常見 周國賢經常玩 其實不只是周國賢 其實很多人都會用這個32分音符去做一個節奏 有時候你出去看Busking 有些Busker在一個間奏 通常在一個間奏裡 第一你不用用一個複雜的模式 又要邊唱邊走 你在一個間奏裡你只是彈 假設你只是玩掃曲 你的間奏如果只是掃 又好像有點寡 所以就會加這些模式 令到它澎湃一點激昂一點 還有有些像想想想一下技術的感覺 我們來看看這個 首先我們學了一個簡單版 我們如果未有這個32分音符的時候 究竟這個Pattern的狀態是怎樣 我隨便給我C chord 1 E N 2 E N 3 E N 4 E N 看來後半節其實全部都彈了 而前半節好像也沒什麼特別難 其實只不過是有一個位置連續兩下 我們試一次 1 E N 2 E N 3 E N 4 E N 接著我們這一部分應該不是很難做到 之後我們要做的就是 要把抽筋手放在3 E N R的牙 我們要在3 E N R的牙 連續發一倍的落兩下 這裡涉及一個技巧就是 你擺動的頻率要瞬間快一倍 之前其實在這個 英文訓練所的1 已經說過你要找快一倍的感覺 是怎樣找的 練抽筋手 我是很建議有慢練起 所有東西都是如果你只是快做到慢做不到 其實某程度上你是撞彩或者憑感覺 那件事是不實在的 即是你的技術是不夠好 你應該在任何速度都做到 所以 而你剛剛捉的時候 可能很快做不到的時候 所以就有慢練起 你用慢練起所有東西的基礎都會打得很好 好了 那怎樣做呢 有很多時候有一個錯覺就是 我牙要快一倍 那我牙要快一倍就可以了 但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牙要快一倍的down up 因為3 E N R的牙本身是一個up beat 但是如果你要用抽筋手 會是用落上的 所以變成一個問題就是 你本身應該up的地方 你現在變成down 那代表你 咦 那我本身掃的頻率就會突然間錯了 所以呢 其實那個竅門就是 其實3 E N R的牙要快一倍 代表了3 E N R的N 你都要快 都要快一倍 什麼意思呢 你的N R其實就是 照快一倍 但是下一個down不下一個up 所以 簡單來說 如果我數一個十六下數完的狀態 那哪些位置要反倍呢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試一次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可能到了這個moment 你都不太明白我說什麼的 但是 我這樣 如果 我們想想下3 E N R 其實就好像 我用圖寫 好像用圖寫的 pattern 落落上 落落上 落上 落落上 下一個R R 你不夠快 你不夠快 你不可以連續兩下單 你會卡關 會卡關的 所以其實要落下就要加速 落下就要加速 要立刻有一個沒有聲音的上 簡單來說就是要回首才能彈到R R 我們再試一次 全部都彈到的狀態 我們試試在3 E N R 和R 畫一倍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而你抽筋手快緣 有另一個難度就是要拖慢 我現在試試真正正正的 做一個抽筋手給大家看 做一個pattern給大家看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對啦 你看到3 E N的 E N 我是會 你要那一刻 因為平時你很慢 你落完就要慢慢上 但這下我是彈的 其實我已經快了一倍了 試一次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對啦 記得阿阿完之後要拖慢 入慢回一倍的4 E N 那 希望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如果大家本身已經做到 那你其實不需要聽我分析 那個阿阿N和阿阿的位 但很多時候因為我自己 一開始接觸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那個位卡住了 之後我領不到的一些東西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直接來到練習了 那我們呢 我會響半拍的 我不會響一拍 響半拍感覺上對練習好像比較好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進入練習的部分 這樣呢 我是很建議大家 教個拍子機 我們現在是用半拍來做 不用一拍來做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想練一個60bit 那我就會教一二零 因為 你涉及16分音符 如果一拆四 可能你們會難聽到自己準不準 或者有時候不準 好像對極都對不 很難對得準 那如果我們響半拍 就變成不是一對四是一對二 一對二就會比較容易 那我們用一對二 我們用60 即是我們用120 教一下自己 那其實呢 它每一下響 就是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我們加上二和二 加上16分音符就OK 那就變成是一對二 那我們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做一做這個練習 其實看看快不快才試一下 那我們先試一下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太快了 我覺得那個位置好像差一點 有點偏快一點 大概那個練習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抓到那個快配的感覺 剛才漏了一點東西還沒說 那一刻當我們慢慢變快 比如說出一隻手現在我還是偏慢 還有我現在是沒有任何大勢力在裡面,我是全部直直直去的 當我們彈到開始練越快的時候 你慢慢發現你手跟不上那個32分的速度 有一點竅門就是其實 我們彈一些真的好快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掃光所有弦 我們不是用手臂帶 慢慢會變得如果真的好快我們會只有手腕 手腕在那裡震 只要你做到一個節奏 其實你只要彈到一兩條弦都可以 即是你不用彈到六條弦 因為你去到很快很快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彈到那個幅度那麼大 你一彈一大你就會發現你一定會延遲的 一定會不夠快 所以就是,幅度小一點 手腕放鬆,用來手腕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技巧 譬如如果很快 第二個好一點,第一個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在自己那個 平時彈的東西都比較少用抽筋手 懶 人大組不是很喜歡練的 所以呢 希望這個練習幫到大家去 掌握一下抽筋手 練一下抽筋手 就是這樣 今天就到這裡了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不明白的 可以下面留言問 就是這樣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按LIKE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這樣有直播和新片就會收到通知 可以載我這個MIWii和IG 還有會員功能可以啟助 80元的會員可以有我無限更新的Google Drive的Corp 其實不只是Corp 有TAPO不線譜 還有什麼 還有每個星期會有會員直播 會員直播很有用 會員直播給大家 每個星期問問題 在你音樂學習的過程裡面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幫你解決 你喜歡 譬如你上網找不到有什麼歌 想玩 我可以幫你整理 可以幫你分析 之類等等 這樣有興趣的 可以加入 80元其實上半課都上不了 結他、鋼琴 單對單的話 但一個星期有四課 就是這樣 今天先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幫助 這個練習對大家 好 完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